我容大家還再舉個例子 我們看最近不是永鋒金出事嗎 就是永鋒鎮 永鋒金底下永鋒鎮 因為代理入資的客戶 來大量買進大同的股票 那背後其實是一個 股權爭霸的問題 可關門嚴格來講 從財務分析的角度 其大同自家公司的投資價值並不高 雖然它有龐大的資產 可是它有更多的隱形負債 我指的隱形負債 就是它的退休金負債 因為大同的員工 事實上平均年齡非常大 那現金流量雖然穩定 但不卓越 那為什麼入資買大同 我們撇開股權爭霸站 或經營技巧不好 大陸錢太多 光明懂意思嗎 亂來 你買也買台積電 你幹嘛買大同 光明懂意思嗎 就代表以前很隨便 反正有機可需 今天找到了世光 在大陸有個案子 那外民哥是大陸的銀行家 好那錢就拿去給你去投資 反正搞什麼東西 我們再分一杯根 什麼意思 大陸的錢太爛 爛到不客氣 連台灣大頭都要參加股東爭霸站 那問題是 永豐鎮 它背後的股東背景 我們懷疑有政治清算的可能 那這當然是懷疑 那主觀的判斷 不代表客觀的現實 可是 那其他的入資 難道沒有別的管道嗎 那我們不要指控誰 難道沒有入資客戶 隱藏在集中 那開曼群島一堆 開曼群島背後 住在島上的人 是黑人黃人還是中國人 你怎麼知道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嗎 所以開曼群島是紙商公司 轉幾個帳 入資就消失掉了 那買了台灣多少股票 你知道嗎 我知道嗎 金管會知道嗎 都是一個不知道 所以事實上 你從一個大同的案例 大同會 所以我們的林郭文宴 這個厲害的領導人 翻股東名冊 一追就去舉報了 那沒舉報有多少 觀眾朋友 今天你投資世光 我不會舉報 為什麼你先買進我的股票 做我股東 我股價會被你推上去 就算我知道我也裝都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賣掉股價會跌 你懂意思嗎 所以不會有大股東 拿到股東名稱 這是李克強買的 這是習近平買的 我去舉報 習近平買我的股票 不會幹那種事情 為什麼 買得好 你越買越多股價越來越高 大家都高興 可是因為卡到股權爭霸站 所以才會有管理者 去幫大家舉報 一舉報就不要扛 那不舉報的有多少 觀眾朋友想想看 那不舉報多不多 更多 所以事實上大陸資金 泛濫的程度 到底多少錢 光是以台灣股市為例 影響多大 那這錢來自雅編 來自於大陸的農會 來自於大陸的信和社 你覺得這錢靠得住嗎 他不是來自於大陸的高盛 來自於大陸的摩根 來自於大陸的地方的農業銀行 城商銀行 那他們錢哪裡來的 又去到處搞同業 這個銀行存單給搞來的 這層層的剝削到底影響多大 所以各位我們注意到 為什麼最近亞洲市場當中的破洞 雖然大型股在衝 可是小型股在做拉回 有一股資金潮 正在出現很大的犀利 這犀利就是我們連續 追蹤大陸的一個管控措施 昨天5月8號 銀監會管銀行的又來了 商業銀行抵押品管理指引通知 大陸最怕接到通知 我們看結論 現在現將商業銀行 抵押品的管理指引 印發給你們 請遵照執行 就是昨天晚上 那到底講了什麼 觀眾朋友 就是抵押品 什麼意思 就是當年台灣出現金融風暴 農漁會或信和社怎麼抓 你前去哪裡 抵押品呢 都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幹嘛 農會主席跑路 信和社主席跑掉 就是這樣 抵押品 我們看本文更複雜 包括有幾個指向性的原則 甚至說抵押品要真實存在 甚至對於抵押人 就是來借款人的個人信用 個人的現金流 要進行審慎的評估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大陸忽然就把它說得非常非常緊 外面跟我們看到 因為我想讓台灣官媒了解 說舉了信和社跟農漁會的例子 因為法律地位不一樣 可是在金融結構市場的參與度 其實差不多 所以大陸的資管計畫 就是台灣的弘援 政委 農漁 大陸這些城商銀行 基本上就是信和社跟農漁會 光明這樣懂就了解了吧 您觀察 大陸這一波說表 還有說加強監管 有點心風邪雨 我認為很快就會老人命 已經老人命了 已經有點像 像1950年代 大陸共產黨剛剛建國出席 土改 進行政治整風運動 針對地富反右壞黑五類 進行整肅 這個很接近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 大概中國大陸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 幾乎沒有再做政治運動 但是這一波的加強監管 表面上是一種金融手段 或者金融管理政策的一種 一種什麼講 一種提升 但是背後 背後裡頭對不對 其實跟早期出席的政治整風運動 非常相近 這幾天大陸 現在陸股今天拉高 為什麼拉高 是因為電力股 因為電力股要整併 官面有對大陸的國企 他們的背景了解的話 其實大陸的電力事業 被某位領導人的家族長期掌控 所以習大大把這隻手伸進來 全面整併 等於把某一個家族的勢力給趕走 所以事實上在19大之前 很多的監管 第一個是要進步 第二個是要做政治鬥爭 前兩年是把石油體系人弄掉 現在對不對 就是把電力體系人 也重新準備換血 這個東西一定會有人 受到很大的證書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措施感覺上是對過去 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一個 總的一個清理 現在講清算也可以 因為有新的地富反右害對不對 把過去30多年來 改革開放的紅利給刺光了 比如說新的地富反右害 以前是地主 現在是地產商 富就是有錢人 反就是反黨反革命分子 現在這些不聽黨的 這個指揮的對不對 像你剛剛講的這個 山西的一些很有勢力的 電力幫的人對不對 或者石油幫裡面 就統統統給他拉下來 壞就是搞這個 權錢交易的對不對 右派就是反正沒辦法 歸類到其他對不對 投機倒把 統統打成右派 你可以看出來這個 好像有點不謀而合的 這種情況 那親屬抵押品 其實剛剛回到剛剛講 銀行同業存單的事情 其實大陸的幾大國有銀行 其實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 他們是扮演很單純的放賬業務 那真正進行金融操作創新的 就是你剛剛講的城市銀行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種股份制銀行 城市銀行跟股份制銀行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雖然小 但是他們跟地方上的企業 或者官員或者有利人士對不對 關係互動 人際網絡對不對 非常綿密 接地氣 對 接地氣 那有利於這個資金的這種 或者利益的這種輸送 你可以看出來很多城市銀行 大家如果我們前段時間 也提到大陸有一個 最近很熱的很火的電視劇 人民的名義裡面 那個地方城市銀行的行長 副行長 都是當地市委書記 老婆 或者說市長 省長的這種老婆 類似這種情形 那這種九二九十以後 就變成腐敗了 就變成反革命 就變成地主 這個富人等等 都是未來 未來可能在十九大之前 必須做一個總清理 然後在十九大的時候 提出來報告 作為習近平第一階段 執政的一個政績 我覺得這個從政治角度上 來講是有這個理路可循的 另外一點 就剛剛我們回過來提到 這個抵押品 抵押品就像台灣過去 很多這個地方銀行 或者信貸合作社 信合社 信合運會 進行那種所謂亂貸 或者操貸的這種現象 比如說一棟房子只值五百萬 它可以貸到五千萬 或者山裡面一塊爛地 只值五十萬 它可以貸個五億 有很多的地方的銀行 或者地方的所謂的農會 就是被掏空了 我記得我以前有個學長 他在台北 新北市 有一個區 在那邊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幹部 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區的農會 至少被連續十幾 就是說四五六任的這個市長 以前是市長 用這個違法抄貸的方式 掏了五六十億 現在對不對 都不敢有人去碰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那個地方 雖然對不對 在沒有改制之前 市長一下是民進黨 一下是國民黨 其實他們都一起在 掏農會裡的錢一樣 在大陸的情況 這個事情 可能跟台灣比起來的話 也不妨多 我舉個例子 最近台新金要開股東會 台新銀行 台新金當年買張銀 為什麼會有張銀賣掉的事情 就是張銀整個公司 整個銀行 幾乎是完全被掏空 被審議員們 東掏西掏 掏到完蛋 最後減資再增資 才會到台新金手上 所以大家現在過來張銀 其實觀眾朋友 大陸也是一樣 你不知道大陸的工商銀行 會不會變成彰化銀行 你不知道大陸的交通銀行 會不會變成台灣彰化銀行的下場 就是這個過程當中 一些國有銀行就被掏空了 中間這些爛賬 全民買單 買不好 買單過程不正常 就是這種風暴 最明顯的就是所謂的房地產 你可以看出來這是大陸 房地產按揭貸款 在GDP的比重 到2015年的時候 已經超過20%了 這個2006年的時候對不對 還不到10% 大概只有8% 9% 短短的六七年時間 房地產的按揭貸款 可以成長這麼快 他這個明顯的第一個 涉及到其中的利益的分配的問題 第二個對不對 他反映出中國大陸 一個很極端的一個現象 我們都知道大陸一直希望調結構 就是要讓自己的產業升級 為什麼經常講調結構調結構 因為到目前來講大陸的 就是實體經濟 或者說製造業來講 還有一個經常被人家指責的地方 就是他現在的獲利 基本上還是站在過去 從傳統的農業社會 把勞動資源轉到所謂低階 或者說基礎的製造業上面 然後賺取一定的利潤 但是這個利潤 隨著大陸的社會的進步 或者國家的發展對不對 他的投報率 如果沒辦法繼續增長的話 他的製造業可能很難發展下去 所以調結構調結構就是要這樣 就是基於這個考慮 可是你看看房地產商 就是房地產的過分 高漲的結果 第一個 他的投報率比失造業高 那是不是導致很多資金 就會流向房地產 外民哥 我們講 最近我們看到 就很多在大陸的券商在分析 為什麼選在從去年第四季 到今年現在是到四月 像五月了 為什麼管控那麼嚴格 第一個 全球經濟在加速復甦 第二個 大陸本身的經濟 低級表現不錯 另外一個是趁著各國 包括我們看到現在英國 法國 德國 包括了韓國 韓國今天大選 包括了美國 總統剛壞見 基本上沒有來不及應對 中國要幹的事情 甚至美國說表 還是升息 吵翻天 所以他等於利用一個黃金的機會 這時間很短 我偷偷來 官方就這樣 桌上就是只有這10塊錢 誰先拿誰先走 所以基本上人民幣有貶值 相對低檔 相對低檔 國際股設相對高檔 趁這時候去槓桿 基本上有國際政治的一個陰謀 我先去我先贏 全球的錢說實在話 就跟大陸的同業 存單一樣 事實上可能只有10兆 可被你搞到100兆 真的只有十分之一 誰先走 誰就可以把真的拿走 所以那個老鼠會 第一個離開的人 可以拿真的錢走 第二個人就拿不到 第三個就只好等去告 所以事實上 大陸在這個實驗點 發動這場金融戰爭 其實很巧妙 一旦擴散 現在為什麼我們要挖挖槍 因為我們覺得這就是要準備 吸取全球的財富 真金白銀就要往中國走了 您觀察 這個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說從去年3月 這個經濟的開始反轉以後 對不對 其實到今年的第一季 經濟表現不錯 讓這個作為 就讓大陸的領導人 覺得他這個時候對不對 進行說表的話 他不怕對經濟造成過大衝擊 然後所謂形成的 形成這個所謂硬著陸的問題 第二個 大家都慢慢不好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更 更怎麼講 更讓我自己有底氣 去從事一些改革 然後雖然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但是它再怎麼負面的影響 因為大家都不好 相對比起來 我還是比較好 這個地方我可以跟大家看一個 目前的這個情況 這個是去年3月對不對 全球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大概是2.15個百分點 中國大陸貢獻多少 貢獻1.24個百分點 對 到了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對不對 全球的這個經濟成長 是4.06個百分點 對 中國大陸的這個貢獻 是1.66個百分點 是 這個反應出就是 大陸對於這個全球的經濟來講 第一個 貢獻還是很大 第二個呢 反應從去年3月 到今年第一季結束的 這個週期來講 這一年的週期來講 對不對 已經有一個相對的高點 對 那大陸由1.24的貢獻 提供到1.66 對 相對來講 他對全球的這個經濟的 這個貢獻的比例 還是最高的 對 那他的說 他的事先縮表 或者加強監管 或者先進行結構性的調整的話 一定會被全球的經濟造成 很大的蹤跡 好